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的子弟兵张兆良涉入关说案 检调接获检举他几年前时任市政顾问期间 疑似关说龙潭区公所 把一栋新建当中的违建通报为是A类 以免被急报急差 完工之后就可以租给超商 检调漏页甄讯认为他犯罪嫌疑重大 在今年清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日前才到桃園监狱送钱给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桃園市议员张兆良如今被踢爆疑似涉入关说案 检放落叶甄讯18号一早申请羁押禁件 门外紧急贴上暂停民业桃圆龙潭中丰路的这间超商建筑 检调接获检举几年前在施工期间 曾有民众检举是违建 当时疑似就是时任市政顾问的张兆良 向虚公所关说要求别通报为A类违章建筑 才没有急报急差 检调17号上午并分十路搜索 18号除了申请羁押张兆良 同案范贤跟证人共五人分别 以8至10万元交保或请回 那我从来没有听过说我们议会有哪一个议员有通天的本领 能够让属于这种新建中的案件 急报急差的案件可以最后这个没有差 目前还在司法调查之中 相关的事项其实也没有很明确 我们也只能静候司法调查 张兆良是否设官说案就等司法给答案 解林柱强团有报道